大家好,我是陳昊 欸,不是,其實我是冠林老師 誠如各位所看見,這是一個美其名來幫助各位觀眾解答櫻木問題 但其實是一個抱大腿的頻道 抱誰的大腿呢?沒錯,就是抱抱陳昊的大腿 皮塔哥哥的大腿,還有各大youtuber 跟每一個觀眾大腿的頻道啦 那撐一些流量看看能不能補貼一下家用糊口飯吃 好啦,那首先非常感恩各位觀眾的踴躍留言 敲碗想要看螢幕的藍版教學 藍版這一部分我放在另外一部影片了 這部影片我比較想要跟各位探討的是 關於如何科學化提升灌籃高手這個遊戲的勝率 因為我自己並不是一個反應操作非常頂尖的玩家 所以科學化的研究就變得非常重要 首先我想要來跟各位探討一下 這個遊戲的勝利條件是什麼 這個秘密就是分數的高贏分數的少數嘛對不對? 我知道你們現在已經準備想拿起手邊的好折燈了 那先把你們手上的板凳放下 聽我說完這句話的意思 分數的高贏跟分數的少數 這一句話乍看之下是一個幹話 但實際上魔鬼都藏在細節裡面 要把這兩句話變成如何提高分數 跟如何降低對手的分數 簡單來說就是如何做好進攻跟防守 成爐D7G的職業選手分享過的核心思路 就是進攻防守都要有 你不能說只有進攻沒有防守 或者是說只有進攻沒有籃板都不行 那職業選手頂多是分享到這邊 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 這個遊戲提高勝率 很關鍵的一點在於所謂的球權轉換率 我自己認為有一句話很重要 就是被蓋下來的火鍋 只要你撿不到 那就是一個蓋爽的火鍋 除非你可以蓋滿18秒 達成一個所謂的球權轉換 那進攻不要怕被蓋火鍋 只要你的隊友撿得到 你就放膽的去進攻 只要這波進攻並沒有達成所謂的球權轉換 你能夠塞進去都是好的進攻 不管是頂頭 還是很多人的菜一二段的灌籃 只要能夠塞進去都是兩分 好的進攻要有核心也要有輔助 我認為第一優先的當然是進攻技能 好的進攻技能能夠讓你減少被蓋火鍋的機率 提高進球的效率 這個是進攻的核心 什麼是輔助呢? 就是地板球跟籃板 對於灌籃跟上籃為主的進攻技能 需要的輔助技能就是地板球為主向 籃板為副向 如果是射手型的進攻技能 那需要的就是籃板為主向 地板球為副向 原因是因為 你主要是要輔助他射出去的球 如果他這球沒有進的話 你要如何去幫助隊伍提高 這一個球全進球的機率 需要的就是籃板 你搶下來的話 就可以再讓這個射手 有再次出手的機會 那地板球為輔向的原因是在於 如果今天是一個單對單 一個好的射手 他是需要能夠至少在單對單的情況下 能把球投出去 不要被蓋火鍋 這個能力 我覺得是身為一個好射手的基本條件 除非對方兩三個人守你 那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所有你的攻擊的段數 都已經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那你吃鍋是必然的 所以我們在場上雙方的選角選出來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思考 如果說 對方啊 有三個人要防守你們的射手 你該如何運用你的地板球 讓對方無法取得球權 讓他們的火鍋全部都變為 全部都變成所謂的爽鍋而已 所謂的火鍋吃飽沒煩惱 地板撿起來就好 就是這個概念 好啦 那因為我也不知道現在時常多少了 怕你們覺得太悶 防守的部分 我就留在下回分享了好不好 我知道這樣很雞排啦 但是我真的怕你們啊 新手YouTuber還請多多包涵 最後就是感恩感恩 感恩各位看到現在 那我們就緣分訂閱佛系分享 輕鬆按讚 那就各位掰掰 下次見